哈囉大家好 我是木偉手的Jerry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幫這台2007年的Honda R-Core換它的變速箱油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今天換到的工具 首先是我們這個修車最常用到的極輪扳手 今天會用到的是這個三八分之三頭的 也是我們修車身平時最常用到的一個 因為剛好我們等一下拆掉謝爾羅斯的頭 剛好就是這種三八分之三的 所以我們不需要額外的套桶 只需要這支就可以了 好 再來是我們的漏斗 那這種漏斗它頭是特別細的 這是變速箱專用的漏斗 可以看一下齁 好 接下來是我們的油桶 我這一次沒有用我一般卸機油的時候用那種黑色的油桶 而是使用那種透明的可以看到刻度的油桶 各位可以看一下齁 那主要原因就是等一下變速箱有漏出來之後呢 我們可以針對漏出來的量 去加入適當的變速箱油 這樣可以省很多時間 當然大前提是說 我的變速箱油沒有少 而且變速箱油的量是正確的 漏出來之後呢 就可以根據它漏出來多少 直接加多少進去 就可以跳過後續檢查的步驟 因為你如果要檢查變速箱油的話呢 你必須要等車子完全熱起來之後才可以檢查 就需要比較多的時間 用這個方法呢可以省掉你很多的時間 這是一個蠻便捷的方法 再來是我們的變速箱油 變速箱呢跟機油不太一樣 它有針對性 如果說你用錯變速箱油的話呢 可能會導致整個變速箱故障 像我這個呢 就是Honda DW1這個等級的變速箱 變速箱油 所以當我換的時候呢 我必須要用跟這完全一樣 或者是至少是同等級的變速箱油 不能隨便讓我換 這一次呢 換大家用到三瓶多一點 所以我這次買了四瓶 好這邊就是我們今天會用到的工具 我們來實施操作吧 好接下來我們到車子底下 這個螺絲呢就是我們變速箱油的 卸油螺絲 可以看到它這個就是我們巴伯真山的頭 不需要任何套桶 直接壓進去就可以了 然後拆的時候一樣是順鎖逆鬆 所以我們就逆時針旋轉 就把它鬆開 可以稍微這樣拍一下 拍一下 如果很緊的話 我們可以這樣稍微拍一下 把它拍鬆 現在鬆掉了 鬆掉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用手轉 油桶就定位 好 我們同時可以看一下 變速箱油的卸油螺絲上面 可以看到 這台已經很久沒換了 上面都有一些這種鐵屑 就表示裡面有磨損 等一下把它擦乾淨再放回去 好 我們一邊等它漏 好 我們這邊漏了差不多了 好 我們這邊漏的差不多了 好 我再加上我這個螺絲我已經清好了 好 我就先把它放回去 好 我們這邊漏的差不多了 先用梳鎖緊之後 在我們的工具把它鎖緊 順時針去鎖緊 這樣就可以了 這邊剛剛噴出來的漏到油呢 都可以用布把它擦一擦 同時噴一點 我們叫Break Cleaner 注意的是這個Break Cleaner有很強的 侵蝕性跟很重的味道 所以噴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不要大口吸氣 噴到的地方就給它 剛剛有噴到的地方就給它噴一些Break Cleaner 把它清乾淨 再強調一次 它有很強的侵蝕性 所以這個特別要小心一點 好 把它擦乾淨 這樣就可以了 這邊特別注意的是 剛剛換油的線油螺絲 附近一定要清乾淨 這樣才可以等下檢查有沒有漏油 清乾淨之後 先到外面去 好 這邊可以看出來我們漏出來的呢 大概將近四Quadr左右 變速箱油 所以這就是用這種桶的方便之處 漏多少出來 直接可以看到 第一個檢查你 油有沒有少 或是 之前有沒有加太多 這是一個標準 第二個就是說 你漏出來多少之後 如果 欸 跟你漏出來的差不多 你要加進去的話 就可以做一個參考 好 接下來我們來加油 好 接下來我們來加變速箱油 這就是我們變速箱油的油尺 這個洞就是我們加變速箱油的地方 把我們的 漏斗 拆進去 好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來加變速箱油 這個一罐是一Quadr 我們剛剛漏出來的呢 是三Quadr多一點 將近四Quadr 我鏡像中 沒記錯的話 這台應該是 大概三點二Quadr而已 所以可能上一次 有加比較多一點 不過沒關係 我們先加 大概三點多一點 好了 再來量一下 那要注意是 加的時候呢 要加很慢 加同時呢 最好看一下下面 地方有沒有漏油 有時候你加太快呢 他從下面油尺的部分 油會漏出來 特別小心 要慢慢加 一邊注意加 一邊注意加一邊注意下面有沒有油有沒有 有沒有反出來有沒有漏出來 慢慢加慢慢加 加這個跟加機油的方法是一樣的 你不要直接這樣子加 這樣加的話 有時候你加太快的話 它會噴噴噴噴噴出來 把它倒著放 這樣加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加一Quadr 沒什麼 你把油的地方 你可以把它放進去 所以說 你不要再加 你可能會把油 加太快 壓力 按著 你會不會有油 把油 你會不會有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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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好 哇 嗯 好,因為我記得呢,這款應該是只有加3.2而已,所以我最後一罐呢,我先加一點點 我們等一下發動之後去跑一跑,然後車子熱的時候,我們再兩邊出箱油,確定它沒有問題 如果有少,我們再補一點 OK 好 然後拿出來的時候,一樣喔,小心不要讓它滴出來 好,現在有加完了,先把油脂把它放回去 好,我們現在進去發動一下,然後檢查一下有沒有漏油 沒有漏油的話,我們就放在車子跑一跑 然後熱車之後,我們再回來檢查變速箱油的量 好,我們一樣現在又到車子底下 好,剛剛為什麼要清乾淨,只要說能看有沒有漏油 變速箱油線螺絲的附近 很乾喔,我現在已經發動發好一陣子了,都沒有漏油 就沒有問題了 我們現在放車子出去跑一跑,把車子跑熱之後再來回來檢查 變速箱油油亮 OK 好,我們現在已經跑好一陣子回來 車子都已經熱起來了,我們現在來檢查變速箱油油亮 那變速箱油油亮 第一個是說你車子必須熱,然後你車子必須要在平坦的地面 然後還有就是你車子必須要發動 其實三個要點啊 才可以檢查變速箱油 我們現在檢查變速箱油 首先抽出來 跟機油亮法一樣喔 擦乾之後再放回去 放回去的時候注意一下喔 因為這個在你電池的正極裝頭附近 所以不要去碰到電池裝頭 不然如果碰到電池裝頭 又碰到附近的搭鐵的話呢 會有火花,有時候會嚇到喔 好,放回去 差好底納拿出來 好 可以看到喔 剛好在我們上線這邊 剛好在我們上線這裡 這樣的話你變速箱油就剛剛好 因為這個必須要在熱車的時候量 所以比較麻煩一點 所以在之前 之前這台車呢 變速箱油就加了比較多一點 現在就沒問題了 好 這就是我們今天幫這台 Honda R-Core換變速箱油整個流程 好 最後跟各位提醒一下齁 換下來的油跟我們機油一樣 要一起出生起來拿去回收 不要隨便亂到齁 附近的車行 附近的材料商 AutoZone O'Reilly什麼的都可以幫你回收 好,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大家下次見,掰掰